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这一讲来,向大家介绍一位 给师父替度的徒弟,印宗法师 我们都晓得,只有 给徒弟替度的师父 师父给弟子替度嘛 怎么变成给师父替度的徒弟了呢? 所以师父要尤其向大家强调一下 一定要记住这位了不得的高僧,印宗法师 印宗法师给谁替度? 六祖大师 说起六祖大师,我们谁都知道 包括不信仰佛教的很多社会人士 都晓得他老人家 他的影响力早就已经跨越信仰,跨越文化 甚至跨越国度 那么 六祖大师 关于风动翻动的这个故事 也是大家都会讲 六祖大师在五祖那里得法 然后呢 离开五祖大师 五祖大师送他到江边 两师徒有一个对话 师父说 我来划船吧 啊 啊 那个 六祖大师说 还是我划船吧 所以有了 迷识 诗度 务识 制度 这样的精彩绝伦的对话 一方面是知见认知 一方面是自己去努力刻苦 啊 许多认识不到位的 他真的带有灵力心 带有功力心 就会闹出小说里面写的那个 这个什么 宝刀屠龙武林至尊 号令天下 谁敢不从 变成这个 一波传人 也成了这样的味道 所以 一些人就去追六祖 六祖迫不得已 在烈人的队伍里 隐居了十七年 待到十节姻缘成熟的时候 他要出来度众生 到了广州的法姓寺 法姓寺就是今天的光孝寺 啊 才会有那个精彩对话 两个小和尚 说 一个是说风动 一个说翻动 然后 正好六祖到了 说风动翻动都不对 是仁者心动 什么叫心动啊 就是你心里面根本就没在佛法上 整天看一会儿看这个动 一会儿看那个动 到处奔驰 心 没有回过来看自己 这就叫心动了 要晓得哦 当时这个对话 惊动了当时法姓寺的那个法师 印宗法师 印宗法师 印宗法师是讲经说法 已经有相当知名度的一位法师 听说六祖大师 到了 来用对话 在谈经里面大家去看 什么是古人风产 啊 这就是 一个已经成名的 已经有相当的社会影响的这样一位法师 他见到 比他成就高 比他正目深 这样的一位大德 他 为他剃度 完成这个 现身相的这样一个仪式以后 规规矩矩的 跪下来 向他顶礼 向他 请法 接受他的教导 这个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细节 我们常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嘛 我们的供高我慢 我们那个狂妄自大 所以我们 读六祖谈经 读惠人大师传 我们讲六祖大师的故事 我们都 咔咔咔咔的 把这一段给讲过去 这是不应该的 印宗法师 为我们多少人做出了表率 他是给师父剃度的一个非常合格的徒弟 也是一个非常合格的人天师表 说他是祖师级的菩萨 一点都不为过 而我们要反攻自行 这样一对照 就知道了 印宗法师的真正了不起的地方